今天我和你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43岁陈树凭完美关系再度爆红 女人要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第十句《完美关系》热播 在这部描述公关行业的职场剧里 最受大家喜欢的一个角色 便是陈树饰演的职业女性斯戴拉 工作雷厉风情 貌美干练 走路带风 情商智商都在线 妥妥的职场女强人 尽管如此 斯戴拉仍然遇到了不少糟心事 作为公司合伙人之一 自己卖命了十几年的公司 有一天突然空降关系户江达林 毫无公关经验 就坐上了公司总裁的职位 丈夫有了婚外情 由从前的好老公变成了负心汉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斯戴拉在职场上聚礼力争 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婚姻上与丈夫划清界限 寻求离婚 这样的女性不自怜 不软弱 凭自己的能力打拼 活出了现代女性的风采 陈树也在采访中直言 斯戴拉才是完整的我 这才是你们应该看到的 完整的陈树 很喜欢陈树说过的一段话 我一直说 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意思在于 我认为男女最大的问题 不是对抗 不是我打败你和你打败我 而是获得平等的尊重 和平等的地带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 温暖 明亮 也激励着更多女性 活出自己的光彩 一个人要做到始终向上成长 过程都是缓慢的 因为上坡路都累 但会走得又稳又坚实 下坡路轻松 可当我们跌到半山坡 再抬头仰望已经走到山顶的人 留给我们的 只是别人的背影 和自己羡慕的哀叹声 熟悉陈树的人 都知道她从事演员 这一行业并不容易 她出身于舞蹈世家 父亲是国家一级编导 母亲是钢琴和长笛演奏家 她自己就理所当然地 从小学习舞蹈 一毕业就进入了东方歌舞团 她说自己是家里最丑的 从小单眼皮 塌鼻子 在歌舞团里也并不出众 她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 21岁那年 毛岁自建出演了音乐剧 《音乐之声》里的 大女儿这一角色 这次尝试 让她萌发了想做演员的心 她想考中戏 但此时一个选择摆在她面前 要上学必须先辞掉 有稳定收入的东方歌舞团的工作 如果她再待一年 就能分到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 诱惑面前 她下定决心辞了职 房子我可以努力去买 但这个时候去上学 是最好的时间 不可以再晚了 辞职后 陈述全身心投入到备考中 终于在第二年 以高出一百七十多份的成绩 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 此后 她连续拍摄了 《新上海滩》 《暗算》 《青城之恋》 《铁梨花》 《和平饭店》等好剧 稳扎稳打的磨练演技 以实力派演技 赢得了大众的称赞 如果没有当年 不管不顾的勇气 或许 现在的陈述 仍然是歌舞团里 一名不出众的舞者 人是要突破 自己的舒适圈的 始终向上走 不满足于 自己现在的成绩 才能不断扩大 自己的能力边界 因为有时候 你不去试一试 永远不知道自己 会有多厉害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绝不会自清自贱 自我贬低 只会给别人 伤害自己的机会 之前看过一位 网友的诉苦 她是全职妈妈 一心在家照顾孩子 但丈夫不认可 自己的付出 总觉得她在家 是享福的 实际上 她自己没有一刻闲下来 反而比工作时更累 而更可怕的是 在丈夫的洗脑下 她也觉得自己 一无是处 快得抑郁症了 事实上 有一个会操持 家庭的全职妈妈 是整个家庭的福气 她的管理能力 不亚于一家 小公司的领导人 她既要管好孩子的 吃喝拉撒睡 学业成长 身心健康 还要做家务 做可口的饭菜 忙里忙外 她还要是一个 善于财务管理的人 家里的花销开支 她要细心计算 她还要懂人心 能把亲戚关系处理好 这种无形的付出 不应该被遗忘 被轻视 无论是职场女性 还是全职妈妈 无论自己是贫穷 还是富有 只要是认真生活的女性 都要挺起胸 昂起头走路 我们都是自己生活的 主宰者 请牢记一句话 当你认为自己值得被爱 爱和幸福 才会找上你 懂得自我欣赏 看到自己的闪光点 人生才能活得 越来越漂亮 没有人的人生 能在持续的自我贬低 和打压中 活得越来越精彩 名著小妇人 风靡几代人 自问世以来 就受到了 无数读者的喜爱 这个故事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马其一家 四姐妹的成长经历 如一盏明灯 给予了无数 初出茅庐 不安适适的女性 成长中的教导 一个女孩 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都要经历 初恋的甜蜜和苦恼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自我与他人评价的矛盾 还有婚姻与爱情的取舍 马其一家 虽然不富裕 但温馨有爱 四个性格迥异的姐妹 在马其夫妇的教育下 都保持着善良 正直 聪慧 坚韧 勇敢 等美好的品质 二女儿乔 渴望成为作家 热爱自由 像个假小子一样 不似大姐 淑女闲见 乔为了自己的梦想 拒绝了青梅竹马 老李的追求 她渴望的生活 老李给不了 大女儿梅格 渴望嫁入上流社会 在见识过富贵人家的浮华 被嘲笑后 她终于接受了现实 剥掉了自己的虚荣 找到一个不富有 但真心相爱的人 在一起 书中 父母对女儿有一番教导 我希望女儿们 美丽善良 多才多艺 众人爱慕 世人敬重 青春幸福 姻缘美满巧安排 但好女儿们 我对你们寄予厚望 但并不是 要你们急冲乱撞 仅仅因为有钱人 财大气粗 便嫁给他们 这些豪宅并不是家 因为里头没有爱情 我绝不希望 你们把金钱 看作唯一的奋斗目标 只要拥有爱情 幸福美满 我宁可你们成为穷人妻 也胜过没有自尊 不得安宁的皇后 人人都说 婚姻要势均力敌 就是不受气 不低人一等 不放弃自己的尊严 爱 要有尊严 否则就是 一方对另一方的乞讨 不做别人的附庸者 有尊严的爱 会让婚姻 走得更长远 非常欣赏 一书的一句话 好宁人 自己挣钱 买花待 任何时候 都不要失去 自己赚钱的能力 和机会 不管是自己挣钱 买花 还是踏踏实实的 拿着心爱男人的钱 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或者生活方式 在找到 自己心爱的男人之前 最好是有赚钱的能力 而且在找到之后 也不必放弃 自己撑起的一片天 如此 才可以汗落饱收 高枕无忧 亲爱的你 在听过了 今天的文字之后 又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和我们共同分享 很期待和你的相遇